被警方逮个正着忍不住放声尖叫 他是台版柬埔站案主谋查董 被逮后面对甄讯却避重就轻 而旗下小弟也溢溢落网 双手上号被警方带回侦办 这名躲在汽车旅馆的曾姓男子 在整起案件中担任重要角色 警方向上溯源还发现集团分工 相当细腻 最上面陈姓祖先绰号奶茶 而他下面号一名曾姓男子平常负责账务 也就是帮忙跑腿或是发放3到5万元薪水 而两个人一起管理桃园及淡水据点 而警方经过连夜追查之后 目前已经逮捕到了23名嫌犯 好几名男子聚集在后车厢搬运死者遗体 10月29号嫌犯开着两部轿车 丢包林姓和黄姓死者 过程中先到桃园大园办施5小时 等到天亮后再到龟山山区弃施 黑衣男一连懊悔6号下午到警局投案 他到案后宫称 当天收到朋友通知到现场才知道 是要帮忙弃施 而初姓男子在过程中帮忙开车 先行嫌犯负责搬运遗体 周姓和夜姓男子则是运尸丢弃 但这5人中有没有人 在一周前就已经到过南投山区 成为警方 研研重点 警拉绳索一步一步往下爬 终于发现黑色行李箱 再往下走5公尺 才成功巡获最后一具遗体 初步DNA比对后 确认他就是38岁黄姓死者 不但是新竹人还是失踪人口 警方将尽快联络家属 要找回命案 最后一块拼图 近期游阳情问林燕 前方报道 よ Men 双全